希望可以在Goshen待个610年 你就是前年姥姥啦 你也是啊 Goshen大洗牌啦 Goshen宣布将在6月迎来新景象 他们将以全新的节目和口号跟大家见面 相信大家最关注的是他们有没有互相交换partner吧 来让这两位太空人来给大家介绍吧 好 欢迎大家来到 Goshen品牌战略发布会2023 有史以来呢 Goshen最庞大的一个MC阵容啦 OK 就是看的 大家知道了 7个人那么多耶 在IG上是很矫情的 给大家告别了Goshen看的这年 4点到8点 这是迈入历史的嘛 但也因此呢 勾出了很多人对我们的节目的单身不舍啦 对我们两位是搭档的一个不舍啦 你们会拆伙吗 你们还会在一起搭档吗 你去搭档吗 我也好 啊 什么 多说一次 OK OK 不要这样 所以到底接下来我们是否 还会在一起主持呢 起看大屏幕 对 回处现在早上6点到10点 没有全新的节目 你今天要给我勾选 B610星宇宙 好 OK 到底为什么我们的节目会叫做B610 最主要就是我们希望在购选 大概610元 哇 当时 你就是千年姥姥啦 你也是啊 新年一年一年嘛 没有啦 OK B610就是 B610早上6点到10点 为什么叫新宇宙呢 因为我们的字是Kathrin Kai 新宇宙 然后我们的字叫做 Jou 所以就是新宇宙 哇 不能有消息 太大厉害了 哦 原来他们只是换掉节目名称和on app时间罢了 但是好像落下了这位孤独男子哦 我的on app就是从一年前到现在 都会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 是我自己的名称 就是跟Joey就是一个搭档啦 两个人主持 第二个阶段呢 是我自己一个人主持 然后到第三个阶段呢 有我们凯莉和盈盈 这三个阶段呢 很不巧的 三位搭档呢 都离开了我 啊 第一次的节目呢 我就换一些小心思啦 就是有点压述啊 我的新节目呢 叫 不选三局三连 哇 哎呦 订阅Kristen 还会跟两位冠军一起踏出广播室 帮单身的民众配对爱情哦 三年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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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分开打完了 哦 哎呦 对 基本上就是会有街头配对 对 就是会讲说 这几次遇到你 哎 俊男 Win 哎 这样我就拿配对 博士 博士有为自己谋福利吧 博士 有帮助配对吗 谋福利到没有啦 开闪 但是呢 你们有福利啦 Kristen 将会带着两位冠军 帮你们配对爱情哦 至于麦和Broccoli呢 将会在下午的四点至八点 主持购却四五六七八 而Kelly和音音呢 将会主持晚上的8点至12点的 购选大言与小田 还有一个惊喜嘉宾会加入购选 那就是 Perry Perry 谢谢Perry 你们到时候也是会有这个感觉 也是会有哇 终于到Perry了 哇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从星期一到星期五 都是听他们完全不认识 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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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放心啦 在5月 星期六还有礼拜间呢 你们就可以听我 大语了 哇 哇 这一次不是一个月 也不是两个月 这一次我们长达一年 哇 终于到Perry了 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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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